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点上雪铁龙比较死板 哪怕是便宜一千块 那它也是便宜啊 除此之外 C5X和同级车以及雪铁龙此前的车型相比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虽然4805的长度比同级的轿车还是短了一些 但1437的价格也低了不少 而且配置方面 像前后排头部的气帘 悬架软硬调节 自动空调 全景天窗 无钥匙进入等都是全系标配 四款车型的动力也都是1.6T加8AT 功率129千瓦扭矩250牛米 如果对科技配置要求不高 那么低配车型就已经够了 而次低配的车型又增加了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价格只贵了1万5 所以量给的还是很足的 四款车型当中最值得购买的就是中间的两款 价格不算特别高 但配置却相当丰富 法尔赛C5X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性价比 它既有漂亮的外观和内饰 配置又高的同时 价格还比同级的低 这是法系车前所未有的 当然此前我们也说过 它有一些问题让人不满意 所以假如你比较中意这台车 那么一定要去看一看实测 再衡量一下价格决定是否要买 我们是更改它的 所以我们也做了 觉得开始